智慧健檢平台 然后 今天坑主Evonne的话 她在美国没办法过来 所以说由我这边来代表 我是敬良 然后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个专案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最主要就是说 我想就是 也许各位年轻的朋友 不一定有机会 就是去关注这个问题 但是 可能你的家人的话 也曾经有经历过一些 疾病的过程 那我自己本身来说的话 我的爸爸 他是大肠癌 然后后来就是开刀 然后身体一直衰弱 然后就是进入一个 一直向下的一个过程 最后因为太衰弱 然后就过世了 那我们坑主也是 他母亲的话是那个 也是大肠癌 然后就是现在正在治疗中 然后就是平常都是有做健检 但是没有检查到该检查的项目 然后那个在 就是突然 有一次突然检查的时候 突然发现说 有大肠癌已经是那个 就是已经是市起了 所以说的话 我们想要帮助大家 就是说大家能够去注意健检这件事情 可是 就是这里有一个gap 那这个gap呢 就是大家其实并没有那个专业知识 也没有一般人 就是一般人没有那个专业知识 也没有那个时间 甚至很多人其实是 没有注意到健检这件事情的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一个方式 然后去帮助大家 能够去注意到自己的健检需求 那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 就像这边写的 我们希望能够降低这个健检的成本 成本里面包含就是有时间 有金钱还有知识 然后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提供的东西 是一个浅显易懂的东西 让使用者可以很快去理解 不用去针对那些 比较难懂的那些医学的东西 去做一些特别 就是自己去做一些调查 那我这边特别提到一点 就是说 有陪伴家人走过癌症历程的人的话 会知道说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那个可爱的一个减半熊 我们希望说能够帮 把这些loading能够减半 然后我们目前的话 是要透过聊天机器人的方式 去跟使用者去对话 然后对话完之后 我们会提供一个那个报告 让他可以去那个就是 看到说那个 他汇总的检查结果 汇总聊天结果是什么 然后让他可以去跟那个 医疗健检单位去做对话这样子 那我们需要的是 有医疗背景的人 然后我们也需要那个 网站的前后端工程师 或者是其他对这个有兴趣的人 单纯好奇的人 我们都非常欢迎 那希望大家能够过来 跟我们一起聊天 那一起来玩这个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